花莲台东交界处的花莲县赴里乡学屯村 24号发生了一起弃机车碰撞后 机车骑士死亡 弃车逃逸的车祸 花莲台东两线的警方联手 迅速的在案发后4个小时 锁定了逃逸的车辆 侧动流行驾驶出面说明 让全案得以侦破 警方在询问之后 依照是逃逸罪嫌将他移送法办 7月24号中午12点 副里乡学田村花八十一线 2.2公里处发生轿车和机车碰撞的死亡车祸 49岁潘姓机车骑士 倒地脑出血 送医急救之后人不治 后座范姓女友人手脚擦挫伤 没有生命安全危险 当时汽车没有下车查看 反而沿花八十一线向南逃逸 本日在副里乡学田村发生的A1肇事逃逸案件 分医长立即指示成立专案小组 并协调关山分局池上分住所调阅监视器 于四个小时内锁定造势逃逸车辆 事故地点在花东交界处 较为偏僻也没有监视器 不过有目击者只称 赵逃的是一辆黑色汽车 车尾桩有黑色尾翼 左侧车身受损 随后警方随即调阅沿线的路口监视器 并携请台东关山警分局池上分住所调阅监视器的画面 警方弃而不舍 以车追人 车动驾驶投案 全案顺利侦破 家住在台东池上乡的34岁 刘信贤 向警方表示 向有人借车到花莲不理乡防友 回程的时候 转到小巷到八十一线2.2公里处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有机车经过才会发生碰撞 车祸发生之后 一时心慌 离开现场非常后悔 全案依照市逃逸罪嫌 移送卷办 记者高雄双部影响采访报道 清证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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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